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一聲令下 說要封禁TikTok和微信 這個決定可以說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上星期五 中國商務部發佈了一份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但裏面沒有說明 究竟哪些外資企業會列入清單裏頭 來到今日 終於有眉目 環球時報首席記者陳千千 就在Twitter上放風 為何叫她陳千千 因為根本不知道她中文名是甚麼 Twitter上只有她的汉語拼音 她放甚麼風呢 引述了一個可靠的消息人士表示 匯控和聯邦快遞 極有可能被列入首輪的 在不可靠實體清單當中 以回應美方打壓中國企業 實際上環球時報 在去年8月時已經提及過 Factics和匯豐 是有可能被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當中 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兩間企業 曾經幫助美國打壓華為 這是去年報道 但在今時今日環球時報暫時未找到這篇消息 記者走上去Twitter上放風 不過這件事都可以說是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為甚麼呢 因為在美國孟晚舟的案件當中 其實匯控已經嚴重地得失了大陸 已經與大陸有所交互產生了一些嚴規 證據是甚麼呢 就是在今年7月時 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 標題寫著 孟晚舟案證據公開 匯豐銀行扣陷 美國一手炮製 裡面說虛構罪名 指控不堪一擊 反正對於匯豐作出了非常強烈的評擊和批判 其實已經將匯豐作出了一個定性 就是你在孟晚舟的事件當中 嚴重地向美國政府利益傾斜 人民日報的文章中其中一段說到 說匯豐插刀華為 向美國提交投名撞 配合美國 構陷華為 裡面是隱藏巨大的利益交換 這對於匯豐的定性 已經顯而易見了 所以現在時有個說 環時的記者走出來放風 我認為絕對可以理解 為何會提到匯豐的名字 因為事實上已經有一段過去了 另外關於Factics聯邦快遞有什麼事呢 就要數回到去年的時候 路透社曾經有說過 有兩件從日本寄回大陸的包裹 無厘頭寄到美國的田納西州 實際上這份包裹是寄什麼的呢 其實就是寄給華為的 華為內部的包裹 所以現在時Factics給環時記者點名 極有可能進入實體清單 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環時記者的放風是真的 其實就是意味著 在往後的日子 所有的企業都要選邊站 你就不能夠像過往那樣 吃盡兩家茶禮 以前沒有所謂 那些企業打開門口做生意 當然是哪有錢賺又去哪裏 也不會限死自己 只是做某些國家的生意 也不會在政策上有所傾斜 但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就是告訴你 若然你所作的一些決定 是曾經對過大陸不利 是曾經對過華為不利的話 就有可能被列入實體清單裡面 也同時證明得到 就算匯豐是多努力做一些事幹 來嘗試幫自己洗脫的惡名 嘗試向大陸表忠也好 似乎失敗了 包括在今年較早時間 匯豐亞太區行政總裁黃東勝 曾經煞有介事地 落到其中一個藍絲街站 簽名支持港區國安法 而且還有些記者去拍到 好了 已經是做了這些表忠行為了 其實是做齊了 好了 現在仍然得到這樣的對待 現在就有點兩頭不到岸的感覺了 英國方面那些下議院的議員 又說要找你匯豐走去做聆訊 待會又說要調查一下你匯豐 諸如此類 反正的態度就真的不友善了 好了 現在大陸的環時記者 走出來放風又說實體清單 即是告訴匯豐 根本上 食兩家茶禮這個時代就是結束了 好了 現在大陸向匯控施壓 究竟他最終目的是甚麼呢 是真的要將他列入神體清單當中 然後限制他對於中國的投資 或者限制他在中國做生意 定義或是有可能是TikTok事件的翻版 TikTok事件是甚麼呢 特朗普一開始就說要將他禁止 禁止他 要不就賣掉他 現在就似乎達成了一些協議 我們稍後再講 好了 現在匯豐 即是有個環時記者出來放風 就可能進入實體清單 那你的目的是甚麼呢 是真的要列入神體 還是藉著說有機會將你列入神體 之後是想你放盤還是怎樣呢 目前來講 匯豐的第二大股東 其實是來自大陸的平安保險 如果現在貿貿然把匯豐 整進入實體清單 豈不是應驗了外交部 經常提出的東西 就是拿石頭搭自己的腳 所以究竟他的最終目標是甚麼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接著我們再看看 特朗普當然有辦法 他將TikTok的禁令延期一個星期才執行 為甚麼呢 因為正正在這個星期日的封殺前夕 特朗普批准了 TikTok可以跟美國的商業軟件公司 甲骨文 以及 零售巨企 Walmart 合組一家 以德州為總部的公司 為甚麼選擇德州呢 因為德州很不幸地 本身在2016年的時候 特朗普贏很多 現在的下差距跌跌到1.1% 竟然變成了一個 搖擺州 所以特朗普特意 就叫這家新成立的TikTok Global 就在德州成立一個總部 而且還要承諾一件事 要在當地聘請25,000人 這當然會為當地帶來一個 非常龐大的就業機會 亦有商業經濟的效益 所以他做的事一定有他的意思 至於這家新成立的TikTok Global 究竟股權分佈是甚麼呢 原來甲骨文占12.5% Wallmark 佔7.5% 即是兩個企業加起來 只有兩成股權 另外那八成仍然沒有公司 自節跳動持有 可能聽到這裏 你也會有一個質疑 特朗普豈不是賣大包? 豈不是很傻 不是,我特地查了 原來這家自節跳動 有40%的股權 都是由美國人士所持有 所以你計算一條數 自節跳動就佔這家新的TikTok Global 八成 好了 美國人又佔當中的四成 即是八四十二 再加上甲骨文和Wallmark 就超過了50% 所以 特朗普就說 能夠做得成又開心 就算最終是TatQ 他亦都無所謂 這是他所說的 當然 現在TikTok方面 就開始叫價叫到很高 他們就尋求 這個600億美元的估值 為甚麼要估到那麼高呢? 因為他賣兩成那麼大把 只是說他只能夠撿到 這個120億美元 賣兩成 所以他就要叫到高一高 有那麼高就叫那麼高 最好是天價 當然 如果這一壇最終 真的以一個這樣的天價成交得到 就真是一個雙贏方案 為甚麼? 特朗普方面 又不需要禁止了你這個TikTok 任由你那班年輕人繼續在這裡玩 玩到舊玩到猛 起碼這班人可能就玩到 不記得去投票也不一定 起碼不會有一種逆向投票 不會使得這班人因為沒有得玩TikTok 而將責任 是貴罪於特朗普 然後就走到投拜登 這件事就是特朗普也有益處 第二件事就是 他只是買你兩成的股權 其實已經可以幾乎是借了你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 股權分佈 字節跳動本身有四成的美國股東 所以成立了這間新公司之後 他買你兩成其實就已經過了半數 對於美國是好處的 第三件事 起碼大陸方面也有120億美元撿走 就好過渣都沒有 之前他們曾經有些消息傳出 又說 這樣賣法就不行 對於他們來說是軟弱 屈服了 所以來到目前 賣與不賣的主導權 就掌握在大陸手上 因為特朗普就已經批准了這個交易 如果到最後是賣的 就撿回多少走人 如果最後是選擇不賣 那就奇怪 因為既然特朗普都說延期一個星期才封 你不賣就封 但在美國的業務 都沒有辦法再營運下去的時候 你又不賣 即是錢又不要 業務又搞不到 是不是有 商業以外的考慮 會被人聯想到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